西方医学发展一日千里 很多不治之症都慢慢发现解救的办法 但是不过小小的一条头发 就足以令整个西方医学完全投降 令到千千万万人烦恼不堪 不过西方医学解释不了的问题 是不是就等于绝望呢 在中医浩瀚的医术体系里面 又可不可以找尋到一线楚光 西医颜中脱发是生理上的自然现象 并不算是一种疾病 不过就属于无药可救 即使近年不断有研制出新药的消息 但是由于有副作用 往往令人望而却步 这个西医 他就说都没得医的了 基本上都没得医的 有看过那些整副医生的西医 西医就说明给他听没得医的 就说没办法了 就是这样的了 虽然说脱发 很多时候跟身体健康无关 但是对于个人的心理伤害 比较有任何大的疾病可能都不枉多样 Dixon和Ray两个年轻人 对脱发都有很深切的体会 今年29岁的Dixon 在十年前开始 发觉自己的头发越来越稀疏 而22岁的Ray 两年前才开始有这个不愉快的经验 一般的朋友会不会说有没有人取笑过你 或者其他 也有的 有些朋友会笑我是干头仔 最初听到有些都会不会很开心 有没有遇过某些情况 你自己很不开心 也有的 有些人在后面坐巴士的时候 有些人在后面说开 不是直接说的, 而是说我的朋友也是这样 但是你知道在说你的 是的, 又说不如送一支三八岁给… 不, 不如送一支白兰地给他吧 说这些东西 无论用多少办法 带给人越大的希望 到台来可能就会变得越大的失望 这些就有试过去針旧 嗯, 針不大 就針了也有半年 都不觉得有什么太大的功效 就是小小都看不到 可能因人而异的 但是我就不行了 一点都没用 没什么用 有没有用过那些什么生化水啊 或者吃药啊 其实现在西医都有些药给人吃 可以生头发的 有, 有 最近在吃药 但是都不太好觉 其实你有没有大药计过 你以前, 譬如洗蟹 看医生啊 或者吃药啊 中医生医 用了多少, 用了多少钱呢 一万, 一万几元左右 都一万几元 对于初初脱头发的阿Ray 他会很积极地 去寻求补救方法 但是对于已经被脱发 困扰了一整十年的Dixon来说 他最佳的面对办法 竟然是放弃 其实你对自己 譬如脱头发 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从你自己来说 最初的时候会觉得很难接受 最初会, 但是习惯了都… 近几年都已经接受了 接受了, 是的 你有没有… 譬如说, 有些人恐惧自己 可能有一天, 终于有一天 会变成光头, 会变成离头 你有没有这个恐惧 有些少了, 但也不是觉得很大问题 不过, 世事无绝对 在医学上来说 奇迹是每天都有可能发生的事 特别是中国的医学理论 万物伤生伤黑, 伤黑伤生 基本上只会有绝望的病人 不会有绝望的病症 已经五十多岁的方先生夫妇 就是很幸运的例子 他们找到一个成功生头发的办法 你以前的脱发是否很严重? 是 在哪里脱发? 在这两边 压角? 在这两边 现在是否已经出发? 已经出发了, 现在很多 用了多久才有效? 差不多五、六个月 你觉得效果很好? 挺好的 你以前脱发的问题是否严重? 也挺严重的 一洗一次起码都有二、三十条头发 那你是哪一种? 你是中间, 譬如是地中海还是? 多数是中间这里 中间? 对, 中间位 以前比现在严重多少? 以前是否直接看到 很明显地看到? 都看到 都看到 一梳一梳 一吹了头发就会看到 中间的干干地 对于今年才三十多岁 已经脱了八年头发的吴先生来说 能够生上头发 对他自己更加是很大的惊喜 你以前那个离头的情况 是有多严重? 以前的 就是中间那里干干的 就是地中海 没有 就是一条毛都没有? 没有的 就是白色的了? 白色的了 你用了多久? 用了两个月 其实用了多久之后 才开始看到有些毛发生出来? 四十五天左右 就是没有多久的, 生了? 就是刚刚出了一个月左右 对于西方医学来说 一直是一个死热的脱头发现象 是否真的在中国医学上 找到了解救的办法呢? 这件发明又有没有复合根据呢? 北京天坛医院的主治医师 伊庚教授 就曾经对这部小小的仪器做过研究 治疗的过程 是不是有特别刺激那一个脱发的部分呢? 因为我们这个生发器呢 它有21根的金属导针 它相当于像梅花针的原理 所以它对于头部的穴位 有很强的刺激作用 通过刺激这些穴位呢 可以经过这个经络的感传 影响到全身的经络 使我们的神经体液 恢复到正常的状态 使我们的头发能够长出来 伊庚教授在1994年 更加对这个生发器 作临床的疗效观察 发现它的效能相当显著 您是哪一个时候开始 为这个生发器做临床实验? 我们在1994年就开始做 这个剑脑生发器的临床实验 结果怎么样? 我们做了一下这个统计 我们做了168例临床病例了 那么的话其中有92例 是属于是治疗各种脱发了 那么的话治疗这个斑突 还有早突有很明显的效果 我们经过统计 它的有效率是占96%左右 只有4%是效果不很显著了 市面上的生发产品有很多 而声称有极高效能的产品 亦为素不少 这部仪器究竟有什么与别不同? 将这部仪器引入本港的陈泥装 原来是在解放军的展览里 看到这部仪器的 那这个生发的发明人是哪位? 是解放军209部队发明的 是 其实是解放军一直有研究的 这个生发器是他们研究的 为什么会研究一个生发器出来呢? 因为很多人都脱发 这部原本由军部开发的仪器 原来在国内都选过不少奖项 这两个奖, 第一个是1997年 中国保健品技术展览会金奖 第二个是首届中国金奖技术与产品 博览会金奖 这两个奖在国内是不是很有代表性? 很有名? 这两个奖在中国国内是属于比较高的奖项 不过, 这部仪器也有它不足的地方 好像年纪太大 或者脱发时间已经太长 头皮表面无浪已经枯毁 都很难再生头发 即使年轻的病例 由于有些是病变性脱发 最后能不能生头发 都是因人而言 为了求证一下 这部以中国梅花针原理制造的仪器 是不是真的有生发的功能? 我们找回Dixon和Ray 这两位饱受脱发困扰的年轻人来试用 其实你觉得一部这么小的机器 可不可以帮到一个人生发? 没试过, 我想尝试一下 你觉得有没有根据? 就是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 是, 一些东西 老实说, 信心不太大 你觉得一部这么小的仪器 会不会真的帮到生头发? 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也要试 即不是管着很大的信心? 是, 也不是太大 试过, 没试过 这部手板大小的仪器 是不是真的可以令这两位 有多年脱头发惨痛经历的年轻人 重新尋回新希望? 在这一分钟来说 你对这个生发器有多大的期望? 希望它可以做到什么? 希望它可以帮我 即是没有头发的地方 可以生幼头发 再生粗一点 你要去到什么地步 你才会觉得没疑? 你要完全好像回到以前那样 还是怎样才没疑? 有改善就已经很好 即是比现在好一点? 对 不要再恶化 对 就算不改善也 不要再恶化 究竟这部生发器 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他们? 经过一段时间使用之后 如果真的见效的话 这个当然不单止是他们两个的喜讯 更加是全世界千千万万脱发者的好消息 当年 气功致病的疗效 要经过很多日子才被确认 今天有人尝试利用仪器来取代气功师 以求达到同样的疗效 究竟不需要任何修炼的仪器 是不是真的可以达到致病的疗效? 而这种疗效又会不会得到承认? 气功掌和小雷达这两件仪器 被视为等同的气功师 可以平衡体内的微量元素 能够调节内分泌 排除体内有毒病气 达到致病功能 这个炸发出的能量 跟气功师的发出是一样的? 经过它的测试以后 经过中山海市原生的研究所 对气功师的一些功能的测试 它所就与了一些气功师进行的一些测试 跟小雷达一起做一个比较 它的能量比一般的气功师大了一点 气功掌总共有两个用途 法工和刮砂 为了令用者清楚用法 前师傅会定期开班 吸引到不少参加者 在参加者里面 还有两个曾经用过气功掌 而医好患疾 李先生从事装修行业超过二十年 由于长期劳动的关系 肩膀患上骨膜炎十年 病发的时候肩膀又痛又肿 在这里做了两次 每次一个钟 做过两次之后 也觉得挺舒服的 现在不是继续上来的 李先生说 目前还没有彻底传语 间中都会痛 不过就明显有好传 至于另一位病者姜女士 长期糖尿病令她行动不变 连普通行路都有困难 冬了有什么事 一点多 现在不 以前如果要蹲下 都会立刻站起来 不可以蹲这样 走着 现在很软熟 很饭 慢慢煮 慢慢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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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治疗过程中 李先生和姜女士 总共要接受十个疗程 每次都要进行刮沙 据前师傅解释 刮沙有助血液重痰 对关节特别有利 那就是什么病可以抑制呢 病呢我们一般呢 中国我们上海我在同国全国的一般的病的反应 首先最有效的 是疼痛性的疾病 什么疼痛就可以 对 比如说我腰椎啊 颈椎啊 背疼啊 关节疼痛 等等 这是运动性的也好 神经系统也好 对 它的治疗效果非常明显 那进来 通过治疗以后 出去是不一样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概念 对 但一些慢性疾病 它有一段时间的反应 比如一次两次三次 它的感觉又好多了 那么还一不克制的东西呢 其中包括癌症 那我们现在很流行的癌痣病 这都不足以治疗范围以内的 海性营量产生 这不明确的 这个呢一般比较难 那这比较常见病当中呢 老年性的 比如说卫兵啊 一般原分性的高血 真的都有一定明显的改善 譬如唐妖兵相对说 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 继风能 水能 热能 电能 光能和核能之后 现今科学 又发现地球另一种能量 地磁 而地磁更逐渐被医学界所应用 它发光远离在什么地方 好的 因为我们地球呢 是个大磁场 对 地球的磁场呢 有0.5高尺量 嗯 但是呢 地球呢 每个角的磁力不一样 因为这个磁场呢 不但是保护我们地球 还保护我们人类 这个0.5高尺量 这个磁场人体呢 是通过慢慢地生透我们的身体 所以呢 人也有一个生物场 在地磁场的主动之下 所以 这个我们呢 一般人生病的时候呢 他经过科学事业以后呢 发现他的生活上混乱了 他的混乱就说明他的磁混乱 那么过去我们第二代科学 就是现代科学里面讲的 用生活分子来治疗我们的病 他也能调整我们 前师傅解释 地球药池 和人体磁场的同步共振 对身体可以起到一定的影响 适当利用地磁力 或改变磁场强度 可以达到致病的功效 而在功能上 气功长和小雷达 就有异曲同工之鸟了 他通过呢 他三次启动 底下呢 是第一次启动 这第二次启动 这是第三次启动 就把他的磁场呢 逐步逐步进行扩大 这是一个 另外呢 大家看到的 这是五个元素球 五个元素球呢 是有不同的主要 就是五中颜色 对我们五脏 其实他决定了 他五中元素里面放的 微量元素是不一样的 就对我们的脏腹病 进行调整的时候呢 他有不同的组合 他有本数给你的 不同的组合 这两个呢 是加大元素 加大元素的中用以后呢 把这个磁场的场面呢 给他 微量元素呢 就搞了均用一点 他呢 本身没有开关 他的开关就是天线 天线一拉的时候呢 他的量就 地球磁场就进来了 进行磁化了 通过他不断的磁化 一切磁化以后呢 对微量元素呢 进行不同的创建 又和微量元素 通过他创建以后 做不做不进入你的能力 钱师傅表示 气功掌 虽然可以发出磁力 但是就绝对不需要通电 掌中更加没有任何磁石 磁力可以透体而过 首先我们看看现在你做 你做你做 有没有 没有 你这个智能症器放在上 那停下来以后 你给这样做个实验 你这旋转 他旋转 这个时候呢 这上面加快一点 对对对对 他能 如果按照他方向上的话 他实际上不买 首先他不是一个磁铁 也没铁 但是可以对智能症 发生一个旋转的 对对对对对 在宋师中发现 这应该是两个感觉 这个宋师中应该有热的感觉 有的疼控酸 有的疼控酸 有什么关键 就是说明一个问题 它有深刻性 嗯 气功掌利用地球磁场 将传统挖沙 按摩 气功推拿 点阅 治疗等方式 揭行起来 以修治病之效的原理 西方医学未必接受 但是信这一套的 就深信不疑 那么这个气功掌 跟雷达仪 有没有做一个 比较科学的测试 我们做了一个测试 这一个测试呢 第一个测试呢 是量化测试 这个量化测试 经过我们交代 一个量子仪器啊 进行了一个 同样的条件之下 通过 比如说我们假定一杯水 一般是活水 它不能用蒸馏水 因为活水里面充满了氧气 对对对 它这一个同等的条件之下 用小雷达造了十分钟以后 它量化测可以提高一千多倍 甚至于 是数据相分别 在数据相分别 就没通过小雷达造的话 它的量是不一样的 那首长理疗器呢 气功掌呢 它在旋转十分钟以后呢 它也产生了一个值 所以量化测也磁化了嘛 这个水的磁化能量 也提高了它的磁化能量 也提高它的免运能力了 所以呢 我们整体呢 做了两个测试以后呢 正是有科学数据的 磁场 磁疗 一些虚无缥缈的概念 气功怎样治病 更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 气功掌 和小雷达这一类仪器 能不能够发挥同样的效果 但似乎更需要大量的临床实验去验证 不过 无论结果是怎样 这类型的致病仪器 始终都是气功科学化 带来新的一业 我们熟悉的中医术 并不是中国唯一的医术 二千三百年前 青藏高原 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医学 藏族医术 藏医藏药 取于自然 疗法奇特 以病人的尿液 藏医可以遥感诊断 高原无流的油脂 是铁打性药 放血、滴鼻、灌肠 和挨救疗法 针对不同疾病 明晚 我们去到偏远的 藏族自治州的藏医医院 尋找隐世医术 位置 中文字幕 很 特别 承讯 借 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